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环保议题 为让更多民众感受到台湾土地跟生活环境的变化 同时也要重视食品安全 伊兰农田水利会特别结合了卫生局环保联盟 以及养山文教基金会 针对全县平原乡镇 特别办理了幸福农村有机田园的巡回讲座 希望透过宣导来说明土地保护的重要性 今天这场在无沙社区的讲座 特别邀请杨山文教基金会创办人游锡坤 针对有机农业目前在国内推行的困难 提出分析跟看法 農業要专业做幼稚 有多少困难 我相信各位都很知道 观念改变很困难 很多人说这哪有可能 逛吃了之后的 逛吃 意思是我们没法复杂 所以说没法复杂 议官不管 農民议官不管 農業人口 现在都比较多了 都比较安定 再来 農民来 来吃 没什么都控制 再来 三片 消息也不简单 所以消费价值也不准 主办的水利会表示 幸福农村有机田园系列讲座 透过深入乡村地区 要分享卫生食品安全 核能发电对环境影响 推行健康有机农业 以及现阶段水利会的功能说明 食品已经在我们社会 已经大家的依赖性很高 但是食品的安全性 要怎么去分辨 所以我们就特别 跟老局长那边 协商 派英国 卫生局 相关的人数来 跟民主赶改这部分的地形 第二就是说 農民发电枪 到底这个是否还不 在全世界已经发生 有很多这个暗礼 就是说富民的暗礼 農民发电枪 如果发生异画时 它的影响民很高 需要让我们的乡亲 大家了解 第三就是 有机农业 其实有机农业 跟我们目前的经营方式 如果大家 可以带国民族 如果可以带国民的健康 对生产者 中众 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正民 那么 第二就是说 我们农业水里外 其实过去 扮演的这个角色 跟这个定位 很多人不了解 这几年 我们有推荐很多 像说 要减金 在朝这一方 我们有推行 四地种族 盐水来取代 包括近年的 白症金检会 中众的政策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要来把乡亲四大 来做一个 跟亲密的这个算命 巡回讲座 共有食物场 主要是在平地的石乡镇 场地跟时间 可向水利会来洽巡 宜兰修记者张力林 采访不到